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旦給我述 把新盛,院子揸 寫了很久 ad Mole有很多年 可能也幾十年 寫了稿ertos 叫做是只精 каче效能也不錯 有另一個問題 這唯一患的是稍微 widespread over the Years 能量可以 buy 我們不是說幾十年 譬如說幾百年 幾千年那些 會有 它有些能量 會有的 但有些來講 可能經過風風雨 或者各種原因 譬如有些廟的神像裡面 其實那個光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流失了 最簡單剛才我講的一個例子 可能那個法師已經飛升 或者沿直了 就跟它走了 我們上次都提過 觀音廟那時候是很好的 燈火很頂盛 後期來講 為何會有那麼多邪靈入侵 就是因為那個能量 對 能量沒有了 後來他們找了一個師傅 都是最近十年八年的事 重新幫它開翻 你看到它現在又恢復以前 很旺的廟 但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觀音是大慈大悲 所以對著那些陰靈 它都不會去阻攔它 不會 不會 它會導發 所以也會讓它進來 或者讓它在那個空間裡誘走 例如剛才提到 有些實物 它有個氣場 會不會跳動呢 或者會不會動呢 其實大家可以當作故事聽 因為我曾經在 大概十五六年前 我接觸過一個道長 他有一顆肉 聽他說那顆肉是什麼呢 是以前漢朝的陪葬品 那顆肉是血紅色的 我看過 是血紅色的 神奇在什麼呢 當如果你拿上手擺在掌心 你不動它 就這樣拿著它 它會好像脈搏那樣跳 沒錯 那個就是氣 是真的 你會感受到它在跳動 好像脈搏一下一下 伏伏伏伏伏的跳 那顆是血肉 很明顯是一塊肉 我圖案 我就不記得是什麼 總之我記得是血紅色 陪葬品 就是曾經有這樣的 有沒有神力在裡面 那真的不清楚了 他只是說給我聽 你這個肉會動的 有能量的 會跳的 你不信你試一下 拿給我擺在手上 但有時候 不是每一個人都感受得到 有些人要擺很久才感受得到 不是 我一上手就已經 你當然了 你怎麼動呢 你有法力嘛 大哥 我也是很多人一個人 沒有法力 你本身是接收到一些靈力的人 就很容易的 譬如我們的十神牌也是 他被他擺在掌心 一拿著 有些很快就會感覺到他跳 在掌心的位置 因為是五鏢修氣的位置 大家都可以儘管上來試一下 不要緊的 但選擇這些東西 是不是應該都要小心一點 不要是 即是所說 怕有些不潔的東西 扶了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先清洗它 絕對要 有些 譬如我以前認識師傅 原材料已經是開光 但因為開了光的東西 最好不要被火或水掉下去 那個東西就會消失 要重新再做過 接下來好像要交給黃師傅 我們講一些比較正的風水聯頭 我們這次 前兩集我們講了一些比較 大煞那些 就是外聯的煞 這次我們講幾個 比較好的外聯 還有 因為有些人經常問究竟選流程 怎樣選法 是不是對自己好 甚至乎有些說四字不好 沒錯 我們今天就列出一個表 那你就自己看看你自己的生肖 以及你自己的流程 是否合不合 可以對照一下 我們現在先看看 黃師傅交給你了 我們這次的題目 叫做風水有情 第一個很常見的就是 肉帶還腰 即是在外聯那裡 黃師傅 其實肉帶還腰 其實是說以前的高官 古時的高官 他們很多時候的腰間 都纏著一條腰帶 蕭罐萬千 可能那些錢 那些錢 那些都買了 所以叫肉帶 所以現在會稱之為肉帶 代表你有財富 地位 身分象徵 如果在風水亂頭 你住一個地方 它那條路 是有個弧形的 好像現在圖上 圖中有個弧形 而你是在那個範圍內 就好像那些樓 這個應該是 是不是東區走廊上去那邊 這裏應該是 是嗎 即是和富中心 城市花園那一樓 應該是這一樓 所以在那裏來說 都中上 很帥 有大環腰 很多就是滿肚腸肥 你幻想以前那些 那些有錢那些 滿肚腸肥 好像經常說 那些貪姑磨身 腰前蠻罐 有條腰帶在肚子前面 那樣 就是為之肉帶環 通常在這些環境 外聯頭有這件事的話 當然是比較好 容易聚財 事業方面 讀書 或者健康方面 都是比較佔優一點 如果加上配合到 那個座向是一些 倒山倒向 當然就不要上山下水那些盤 有這些配合 在風水上的地理環境 是很好的 不過這幾個屋苑 因為肉帶環腰 有些我都看過 城市花園住在那裏 一般聚財能力很強 而且城市花園有一個特色 其實我見過幾個客戶 住住一旦發財會移民 移民到那裏 對 包括可以 除了這個屋苑之外 例如 李景灣那裏 李景灣那裏 李景灣那裏的風水都不錯 因為它本身肉帶環腰 還有部分的單位 名堂有水 兩樣東西加起來 可以聚財 多數很多的中小型企業 中型的企業比較多 我見到都是住在這兩個屋苑 還有專業人士 我見到專業人士 和庫很有趣 和庫的客戶 專業人士比較多 包括什麼呢 包括律師 會計師 和這個 我們叫做 審計師 可不可以叫做 核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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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的 但是住在城市花園 通常做貿易的老闆 比較多 我見到 住在那裏 真的不錯 那些小朋友 讀書 又聰明 不過最重要的 都是那個座向 通常來講 向海邊那些 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裏來講 名堂有水 還有 為何我們今天的題目 叫做風水有情 我們見到上次 我們講一些煞 那不是太好的 但今次或者 我們下一集 都講多些 比較刺激的外戀 他這個是什麼意思的話 如果你是近海邊 就不要直接 是 應該是隔著 不是 上次我們見到 例如我們古代沒有天橋 古代沒有天橋 就是可能 河流 真是河流 河流和水 最好就是活水 什麼是活水 河流很多時候都會餐艇 水才會動 例如好像 有流動 是有流動 南巴立海峽 就是在荃灣那裡 你看到荃灣那裡 一路那邊 為何那些屋苑 在那裡來講 因為百運 剛剛在那邊 所以才建了很多樓 之前比較少 因為它那裡來講 就不同 維多利亞港 維多利亞港 這個位置近里沿門 它那裡是入口 很多輪船 貨運 由這個口來進入 所以它那個水 整天都流動 流動來講 我們叫做什麼 有情 曲水有情 曲水有情 對 以往來講 我想說 現在你維港那裡整成直 是不是會令人 當然沒有 那裡 聚不到水 聚不到 其實香港那個水的入口 是在西面 東面出的 你直了 它聚不到水 容易水流走 你很明顯 你一收窄 它浪大了 你看 你看到我們坐天星小輪 去到灣仔那裡 一定要停一停坐在那裡 搖得很厲害 以前很平穩 以前很平穩 其實你看到 過去那二十年 比較動盪 其實來說 就不要再填 講真一句 如果你看到現在 這個浴帶環腰 是很帥的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說完之後 這個樓價又升 又升一升 你現在在北角村 建了私人住宅 我記得 什麼船 很厲害 六萬五元一呎 那裡剛剛都在那裡 在附近 即是以前北角村那個位 好像已經破了紀錄 就是那個特色戶 所以那裡來講 那裡來講 那個樓價大洞 都升得很厲害 即是那一邊 因為它這個水位 的確是挺漂亮的 即是在那裡 它就不會說 好像維多利亞港 剛剛正進中環 還有這個灣仔 尖沙咀那裡這麼窄 它的口闊 變成水流動得很好 流動得來講 就是講財 所以住在這個浴帶環腰那個靚位 真是很容易脫財 但是這個難找 這個也不容易 因為香港 九龍區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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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不是對海 好像在鑽石山那邊 鑽石山 鑽石山 那個名居那裡 那個位置都好像 它是背脊 就是背脊 那個浴帶環腰就不是在前面 就是背脊 就是有個 弧形的包圍著它 好 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 我們會看一看下一個比較好的 坐滿朝空 黃師傅 亦都說坐實朝虛 是的 坐實朝虛 顧名思義 就是說兩方面都重要 就是說坐實和坐滿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有靠山 朝空或者朝虛 就是全面有明堂 如果有珍水當然最好 如果沒有珍水 譬如是球場 球場 泳池 對 泳池 馬路 這些 球場 泳池 應該是球場和馬路 都可以當水體 都可以水體 因為當下雨的時候 它就變了水 有水浸著 沒有珍水的 就用這些 叫做假水代替 都可以用得到 最重要的是明堂又開闊 如果你能夠配合坐向 比如好像一些南北向 四正向 那些 更加好 也都可以說 如果在現實來說 比如冬亂夏涼 如果你潮南的話 再加上坐實朝虛 實在背部有靠山 做起事 甚至乎你去哪裏 怎樣都好 你都好像有些貴人 在背後幫你 令到你做事的降勁 強勁一些 有power 虛那邊是海的話 可以利財 財運也好些 所以都會寫著正財運 還有身體健康都會好 因為靠山都是主於身體 和人口 沒錯 所以說到這裏 好像我們常常都有說 全世界最多人口哪個國家 只有兩個 印度中國最多人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說 他們生用率 什麼人沒有工作 就生用率高 其實如果從風水地理角度看 就是因為他們背靠喜馬拉雅山 所以你們的地理環境就是這樣 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 所以大家可以看地圖就是這樣 真的被想到 想到的事實是 背靠喜馬拉雅山 最高的山 夠這麼有力 但是你真的背靠西藏那些 沒有人口 現在你是整個反圖看 所以他們人口就比較多 還有古代就很有趣 因為我們講近代 因為皇宮 中國的故宮的子英五線 正正是坐北就向南 有些人爭論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真的對得正 有點偏差 為什麼呢 台長說得對 為什麼呢 我之前認識一個 北京的中國氣功理事會會長 他跟我說原來那條子英五線 就不是在皇宮那裡 原來是在地壇那裡 真正正的子英五線 因為在子英五線 地壇是跟上天的溝通 和天壇 所以清朝明朝的皇帝 祭天其實就是在那個位置 在民間以前來說 就不是太准他們坐北向南 因為皇帝住的地方是坐北向南 他怕你 對 沒錯 以往來說 為什麼要坐北向南 因為冬天就吹不風 所以來說 如果你坐北向南的時候 吹不風就在後面 那就吹不到正的門 那就叫做擋了風 坐滿朝空來說 其實就是後面背後 就有一個靠山 有靠山是什麼呢 例如你說出這些 現代出CEO最多 主席就一定支持你的 也要看靠山的衣服漂亮不漂亮 正所謂窮山 惡水就出雕文 如果你的山又禿又岩殘 你住在那裡是有個靠山 可能你健康好 但你脾性差 或者真的叫雕文 中國好像叫中國那麼大 僅有的地方 大家其實都有聽過 還有現在城市化 那些大樓都密集 真真正正來講 真的找到一個山來靠背 其實都不算很容易 所以來說 現在很多時候 看看後面 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高大一些的建築物 用來做靠山 好像我們這裡 看到前面兩棟比較小的 後面那些比較高 那你說那些很大平原的 譬如廣州那些 你除了百元山之外 你沒有什麼山 是啊 你香港沒有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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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沒有靠山 沒有靠山 他們住的地方沒有靠山 那看看後面有沒有高大的 但你沒有靠山的話 可以自己做的 沒有真山可以自己做的 甚至乎好像剛剛天師傅說 後面有沒有一些 高大一些的建築物 或者一些高樓大廈 在你的背部 那當然最好是一些 不要一些尖不甩的那些 減少一些盡量的圓 比如好像香港 恆生商學院 沙田 那它就靠正一個 比較圓 比較靚的山 所以它那個 恆生商學院那個 那個 升級入大學 那個 機率也提高了 很高水平的 甚至乎裡面 很多在裡面讀書的學生 他們的成績 那方面都比較優勝 山嶺 你說了恆生商學院 他們真的是風水有情 原來他們不是先選 那些成績好的學生 有時候你說 可能分數也不是很高 有些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它應該值得培養 才收到那些學生 有幾個 讀完之後 再去美國讀四日試 真的 不錯的 恆生商學院 很高水 至少那裡證明了一件事 在學術方面 真的 裡面的學生 真的比較厲害 不是 文昌 為什麼學校 已經可以當文昌星體 他們的學生 的確不差 恆生商學院 真的OK 那我們就看一看 接下來那個 我們就說完前後有靠 接著要說 左龍白虎要平衡 因為中間那座就好了 因為左青龍右白虎都放著 交替黃師傅 青龍白虎顧名思義 左又有靠 有東西放著 甚至乎如果你說 我住那座大廈 左右沒有樓 如果外面在外聯頭有一些山 或者看到的話 左邊又有 但不要距離那麼遠 當然有一定的距離 這個沒有標準的 這個要用眼測去看 看看它那個 看回左右 有什麼叫做扶手棍 做回一個青龍白虎 甚至乎有前山岸山 所以就算你有一個對海的時候 對海的住宅 都不要看海一望無際 沙田的富豪花園就挺漂亮 剛剛那裡後面有靠山 然後又看到城門河 不錯的 加上附近的鑾頭又乾淨 不會有電塔 那麼多麻煩尖沖的東西 就好像被堆住的住宅 就比較少一些 通常住在這些 因為你有左青龍有白虎 就叫做有輔助 所以住在這些屋宅的人 通常都是人緣 或者容易有貴人幫助 有助手 或者在那個行業上 都是出一些叫做 企業管理的人才 我們所以就 有時候選樓 就算你說我不看風水 我不找師傅去看 如果你說你買樓那一刻 你選到這些地理位置 其實不多不少都已經加了分子 是啊 我們如果選樓的話 那當然是中間那個就最好了 有左褲右褲在這裡 就在那裡傍著 最怕就是你只住在一邊 住在白虎位 有些人說 女性比較密 對 住白虎位 家裡的女人就會餓一些 或者容易有血光之災 氣又差 白虎始終都是主血光 所以選樓的時候 都要注意這些 再來我們去看下一張 下一張我們就跟大家 略略介紹一下 怎樣呢 有些人就說 哎呀 如果我不懂看風水 或者我想選一些樓層 有沒有看的呢 有 其實有看的 我們就用先天的何樂數 用五行所數來講 大家對照這兩個 當作兩個表 用你自己本身的 新肖的五行去對比 你大概知道 原來我現在住在這間樓層 究竟是新鵝 還是比和 或者耗蝕 或者黑鵝 對我不是太好的 交給黃師傅了 其實很簡單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的 譬如現在 螢光幕左手邊 有個數字 一六居筆 五行屬水 其實意思呢 這個是先天數 對 先天數 一六共中 所以它五行屬水 屬水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間你的身次是屬木 有什麼屬木呢 譬如兔、老虎 這些屬木 你選的流程就是 選一呀六呀 或者十六呀 六呀一呀 或者十一樓 都可以的 因為是水新木 因為就是我身者 我身者就是上吉 如果我選不到我身者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選同我者 同我者 因為大家都熟悉 就是三百 就是說三十八樓 三樓、八樓 這些 選到三十八樓是最好的 其實最好是三十八樓 三十八樓 如果用先天數計 這個三八合了是屬木的 是的 如果只是八 它就不是屬木 只有八 它是屬土的 如果三樓、四樓那些 或者十四樓這些 都是屬木的 但是 說到十四樓 就是說 很多坊間 甚至 沒有了十四樓 是的 沒有了四樓 十四樓、二十四樓都沒有 這些真是自己欺人 有些 有些樓盤 大家其實都知道了 住了私人住宅 私家樓一定有過 甚至乎 不要說住宅 連商業寫字樓都有 其實呢 如果真的在風水角度看 四才是好東西 四是代表文昌 文昌 一四就是文昌科化 是的 還有四九 很多說 四九四九 鞋音四九不好聽 四九 或者有些 黑社會術語 四九仔 那些 其實四九 在術數來說 叫木火通明 是主宰著 你自己的個人的腦筋 清醒 智慧來的 四九其實是好東西 如果有些大廈 你知道大家現在 在香港的高樓大廈 真的有四十幾層 五十六十幾層 四十九樓 嘩 如果你住宅住在四十九樓 又配合你的五行喜忌的話 那根本就真的合理了 那如果你說說到四十九 如果先天數來說 它是五行屬金的 那本身如果你說 我生肖是屬豬 屬老鼠 那金就生水 那你就有幫助 那如果你說 如果我選到 需要我用火的 先天數那個計 譬如二十七樓 或者未必是二十七的 你可以 它的倍數都可以 是啊 倍數 不可能說 剛剛真的有二十七樓 讓你選到 那就是它的倍數 如果它是五行的 先天數來說 它是屬火的 火的身 火身土 火身土 有什麼樣子 就是神術醜味 神術醜味就是龍 羊 狗 還有牛 如果看尾數 如果用九 這樣可以嗎 當然可以 九樓 就是九樓 最簡單的 九樓 甚至乎 你四十九樓都可以 你可以拆開它 單計它是木火 那三十九樓呢 那怎麼計呢 都可以的 一樣可以 都是用九的 都是用微數 都是用九數 起碼有一顆 有一顆吉星 是對你有利 本來木是新火 火一定要黃 我經常都說 火靠什麼新 靠木新 你沒有木去新的火 怎麼會黃 而你要用火的 假設你的身子是土 你要用火 如果配合它的用神 就更加好 更加好 如果知道命革 自己的五行喜忌 就更好 現在我們說 在它的 生肖上 對 生肖上 譬如 也都說到 譬如 剛才說了 一六六二七三八四九 譬如到五十 五十居宗 本身它是屬土 如果你說 我屬金的 我生肖 熟雞那些 猴子 新年 有年 這些就是 它就可以做五樓 十樓 但是有一件事 也要說說 因為始終 在我們的角度 現在飛星來算 五字是不太好 是的 沒錯 如果你說可以避免選五樓 就不要要五字 譬如十五 二十五 甚至是 是最壞的 對 反而五字就不太好 反而就不太好 五呀五呀 這些 經常都說 二五交加必選主 所以如果有選擇 當然是避免了一些不好的數字 所以這幾方面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參考一下 對 看看自己的生肖 配不配合你自己 自己住的樓層 是否當作按電梯的字來計 當然是 沒錯 你這樣說 即是說 每一個地方 就不是一定好 或者是不好 看看那個人是甚麼人 當然 要配合 其實很多東西要配合 任何東西都要配合 不過你說 在一個基本面 我又不想找師傅去幫忙 或者我自己去買樓 那時候靈機一觸 自己都可以 基本上我懂得怎樣計 拿這些來做 還有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你進去自己舒服 即是那個人的感覺 這個就最 舒服其一 但是呢 以我經驗遇過很多 就是說 進去屋子就舒服 但是風水角度 兩樣東西就住到 脫離脫離脫離 進去舒服 但很多人坊間也都說 如果有小朋友 我就帶小朋友去 如果小朋友進去 寬天起地 到處玩 又不會哭哭鬧鬧 有些喜歡帶寵物 都會 即是不會廢 見到寵物在屋子 跳來跳去 很開心 當然也是一個參考 一個很好的方法 即是各方面有不同方法 有不同人去嘗試 說不同人去做而已 差在自己適合用哪一種 沒有絕對的 所有東西都是各思各法 適合自己用就可以了 最重要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了 拜拜